我要办理我的居留证的续签 我们来台北市政大楼了 问一下大家 有知道在台湾生抽跟老抽的分别吗 哈喽 我现在已经在家里了 我们现在七点钟要出门去办事 出门 跟婆婆 下雨 可以 直接进来 都不用拆 方便 脚很快 走路 这么远啊 拇指的量 碎碎面 然后一边走路 一边聊天 到师傅了 他说要吃水煎包 想了很久了 这个看着我没有很喜欢 我感觉这个像包子不像水煎包 水煎包比较小颗 这个这么大 全这么大 我要吃一个经典肉跟面线 看着就很好吃 拿了面线 现在要去这里办事 很香 我们坐在办事大楼下面吃 我们来台北市政大楼了 他的健保卡丢了 我们要过来补办 第一次过来 市政厅 市政厅没办法办 所以先去移民署 我们现在来移民署了 我要办理我的居留证的续签 第一年是一年有效期 所以现在到时间了 要过来续签 我们把资料全部都备齐了 现在正在等号 刚刚已经把它办完了 然后现在要去做下一个事情 要去保证事务所办健保卡 超多人 大家都是来排队取心操的 超多人 全部办理完之后 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顿正餐 吃饱了之后 又去了超级市场 采购食材 我们来佳乐福采购东西 准备要买一些生鲜的东西 可乐果 也是我必买的 我们要买金门高粱 朋友都喜欢金门高粱 2016 2015 我们要买这个 我要买豆腐乳 就是买那种原味的 原味的豆腐乳 我来看一眼 这个要做我秘制的 秘制的牛腱子 需要用到 但是呢这个地方腐乳太多了 我就需要原味了 看一下这个设置 最后决定买这种小小的 这种小小的 因为只需要用到一两块 你选一个 五箱的吧 五箱的吗 确定 台湾名产 它写台湾名产 台湾名产 红森 红森 确定哦 森哥说OK 好多豆瓣酱的选择啊 我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 因为感觉跟大陆的不太一样 最后我觉得 要不就 这个 这个是辣豆瓣 这个是哪里产的 钢山 钢山是哪里啊 高雄 高雄 可以吧 就这个了 问一下大家 有知道在台湾 生抽跟老抽的分别吗 问了我爸爸 还有我老公都说不知道 然后我有去查好像讲说 好像台湾没有讲生抽老抽 就决定买这个 OK 然后我需要用到冰糖 冰糖卤东西的话 会比较鲜 提鲜 还要买月桂 八角 然后 还有花椒 要买老姜 还要买一个洋葱 只有美国洋葱吗 有没有那种紫皮的洋葱啊 我老公说这个是洋葱 买的不算奇 这些东西 哈喽大家 我要做甜酒酿 要先把这个糯米 泡水7到8个小时之后呢 然后隔水蒸熟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我要做一个五香牛腱肉 今天材料已经买完了 这个是要泡把它的血水泡出来这样 我现在要做的步骤是把这个糯米蒸熟 要把它沥干这样子 我们要把它蒸熟 想办法用烤箱把它蒸熟 温度 温度 温度100度吧 100度 现在要卤煎子肉 酱牛肉 这个是煎子肉 然后按每500克 90克的酱油来配比这样子 我这边有差不多 忘了1000克左右的吧 然后就加了相对应的酱油 然后要放冰箱冷藏一晚上 明天再卤 这个弄完之后 正好酱油可以没过牛腱子肉 这样子冷藏腌制一晚上 就蒸熟了 这个糯米蒸熟了 把它放凉 加了那个菌粉 就是这个 发酵就可以了 现在要把它煮开 然后把这个浮沫给弄干净 然后豆腐乳 还有这些材料 还有豆瓣酱 还有豆瓣酱 卤丸的牛肉 要把它用保鲜膜 压实冷藏 这是卤豆干 48小时之后 甜酒酿也发酵成功了 它出水了 就证明是发酵完成了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明天一整天都在去各个行政机关的一个事项的申报这样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我要回来做我的第一亲居留的延期申报 那我第一次一亲居留的有效期是在一年这样子 那在去年2023年的3月左右我进行了一亲居留的申请 那到今年的3月份其实就已经到期了 所以今年过年的话我需要提前来做这一个申报的事项 那需要的材料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有同样在做这件事情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基本上就是分为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的台湾通行证就是粉色的卡片 第二个就是我的台湾一亲居留证是一个蓝色的卡片 这是两个证件 第二个呢就是半年内拍的两寸照片 那个尺寸是35乘45 注意最好就是要在半年内有效 我是在出发前一天突然发现说我的白底的照片 其实是过了半年的有效期的 所以说就紧急的去补拍 那又因为是在春节的临近期间很多的店都关门了 所以我找了很久 那如果有需要办这个事项的相关的朋友 如果看到了可以提前去准备起来 而且是要在半年内有效这样的 第三个呢就是台湾配偶的身份证的正本跟银本 就这三大项准备起全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还有多准备了一张申请表 也就是我们去到移民署的时候 其实是他们工作人员是会给到我们的 那我们有提前准备好 所以今天一整天的这个准备的流程的耗时 其实在大概就在半个小时内就非常快 还有就是这个移亲居留的延期的申请费用 是在300块的台币这样 那第二次申请下来的移亲居留的有效时长 就是两年半这样 第一年是一年第二年是两年半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因为只有一年的有效期其实一下子就过去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是赶在过年之前 他们马上就要放假了 那工作人员跟我们讲的是你们是要自取 还是由地到家这样子 我们本身讲想要的是快递到家这样 那我们的信封都准备好了 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 办理这个移亲居留的年期的这个耗时 大概是在三到五个工作日 那我的时间就非常的赶 所以最后我们改成的是自取 想说这样子可能会快一点 如果没有台湾的疫情居留症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出境的这样子 所以说有需要办理这个事情的朋友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时间这样子 今天一整天虽然去了很多个地方 有去市政大厅 然后有去移民署 我还有去了护政事务所等等的一些公家机关单位 是我总体的感觉就是每个工作人员都是很负责 我又回到了亲切的台湾 大家都好热情 然后很耐心这样子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是我入台的第一天忙碌的一天的分享 基本上都是在做各项文书的一个申请这样子 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可以 点赞订阅关注我 然后开启小铃铛 谢谢你听我分享我入台的一天 我们下期见 拜拜